我去 霍元甲 王武兄弟好酒量 你倒是不客气 也不怕我在酒里下毒 你若是下了毒 霍师傅在这天津 还怎么立足啊 习武之人比武切磋 是很正常的 王武兄说得好 习武之人要以武德为上 有武无德 一定心毒手狠 仗势气人 身上所学用来害人 而非救人 对不起功夫二字 好 霍师傅 就冲这句话 我敬你一杯 有的喝你就多喝一点 省得等会儿输得太难看 没脸再跟我们一起喝酒 霍元甲 我敬你一碗 不敢不敢 王武兄 你比我年长 应该我敬你才对 我敬你 你算是什么 读王 能不能 您知道 我敬你 我们找一日 イ seismic 到了 要我说啊 你们二位就不要互相推让了 来 这杯酒我来敬二位 敬孙这碗酒我干了 来 好 难得打得这么尽兴 这杯酒我也干了 来 就是它 今天的酒馆可真是热闹 霍师傅 你不必紧张 他们应该是来找我的 王武兄 多加小心 放心吧 就几个喽喽 我轻轻松松就对付了 你们几个一起上吧 说 谁派你们来的 你已经惹了大麻烦 要想活命 把东西交出来 什么东西 一个你从死人身上拿到的东西 我从死人身上拿走的只有命 而你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 那个东西不属于你 你不交出来 只会招来杀身之祸 今天就算你杀光我们 还会有无尽的杀手找上门 直到你交出来为止 为什么认定是我拿的 快给我们 说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 说 这 明镜需要您和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河芝的妹妹 樱花 原来你是河芝的妹妹 我们日本帝国的武士 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 都效忠于日本天皇 这个人和你无关 把他交给我 我不能把他交给你 这个人身上 有我想要的东西 把他交给我 不可能 他和你到底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要一直护着他 他是袁姐的劫败大哥 也就是我的生死兄弟 作为兄弟 我不能不讲义气 为了义气 你可以连命都不要 农公子 如果你非要多管闲事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你要的东西 在我身上有本事 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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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你究竟什么人 知道的越多 死的越早 王大哥 没事吧 阿福 滚了 不要 农公子 我不想杀你 你不要逼我 我就是死 也不会让你 伤害我的兄弟 表哥 你没事吧 你就是琉璃女吧 原来你就是那个 和我姐姐抢霍原甲的女人 只可惜 你费尽心机 最后还是没有得到霍原甲 就跟我姐姐说的一样 你这种女人 根本不会有男人喜欢 你姐姐是谁 她是何池的妹妹 原来是那个东阳女人的妹妹 呸 不要脸 你以为我和那个下贱女一样 不许你侮辱我的姐姐 快把东西还给我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让你这么紧张 东西就在这里 有本事 自己过来拿 住手 住手 今天算命大 下次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郭师傅 我来救你 走 有本事 你救我 快救我 走 走 走 不用这了 我们就这样缠住他们 就够了 不好 有情况 有人留下学长印 作为标记 那我们快去救他们 这样 我去找他们 大巴脸 你马上去标局 带兄弟们来接应 好 徐姑娘 你快去包关 好 少爷 原贾 你没事吧 他们是 我们不是你的敌人 我们是来帮你的 你们跟杀手不是一伙的 如果我们想杀他们 原贾 他们怎么可能还会活到现在 刚才在路上 杀手追了过来 是他们出手救了我们 对对对 大哥 大哥 你没事吧 这下你相信我了吧 为什么他们一到 你们就刚好赶上 我们是追踪东洋人到这里的 为什么你们要追踪东洋人 因为东洋人窃取了 朝廷的一份机密信件 我们奉旨一定要追踏回来 什么机密信件 此事事关重大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 王姑怎么样 我刚刚给他包扎好了 只是失血过多 不过没有伤及动脉 再加上他平日西武强身 底子好 应该没什么大碍 原家 王姑兄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家的农家药局 你放心吧 杀手暂时不会过来的 大哥 那些东洋人 为什么要追杀你 我不知道 那些人追杀你 是因为你身上有件东西 我问你 那件东西在哪里 刚才 是谁救了我们 是我救了你 只要你把东西交出来 好 你告诉我 是什么东西 我王姑 帮你一起找 你要是再不把东西交出来 休怪我不客气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机密信件在我大哥身上 也许杀手搞错了 你们也跟着搞错了 这不可能 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们那些人不会搞错的 能让东洋人 如此大阵仗追杀一个人 一定是这个人身上 有着他们非拿不可的东西 前段时间 一个朋友 托我去取一个彪物 又有到一个山谷里 等我到的时候 朋友已经被东洋人杀了 彪物被他们抢走了 然后呢 你到底有没有拿到彪物 我追上那些东洋人 跟他们厮杀了一番 我抢到了彪物 可是现在彪物 又落到了他们的手里 我希望你们明白 这件东西事关重要 关系到大清的未来 绝对不能落到坏人手里 但我希望 你们也不要成为我们的敌人 我们走 救命啊 来人哪 救命啊 救命啊 大小姐 你小子 你把大小姐怎么来试试 不是 这不是你们吩咐 让我把大小姐带回来 叫你把大小姐带过来 没叫你把她弄晕哪 我一直在衙门门口等大小姐 她在那大喊大叫的 我还怕 揪到衙门里的人 所以就 霍原甲呢 霍原甲 当时衙门门口 只有大小姐一个人 霍原甲去哪儿了 我也不太清楚 霍原甲今天在餐厅 和一帮人火拼 听说有御林军加入 弘扬杀手也加入了 一定是一件大事 我可小瞧 然后 你整天在霍原甲身边 知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九爷 我也不太清楚 元昊 你帮我办一件事情 这件事办好了 你就可以加入青帮了 九爷 你 九爷 您放心 这件事交给我元昊 我一定要帮您找到这标 九爷 您慢走 九爷 您慢走啊 九爷 您慢走 这是天助我眼 文元昊 又真正加入青帮了 你以后 再也不用在这个破镖局 收器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也不知道 但是东洋人和御林军 为了抢他都打破头了 证明这个东西 一定十分重要 打开看看 这是一张地图 是紫禁城的地图啊 你确定没看错 不可能看错 但是东洋人要紫禁城地图干嘛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地图 这是一张藏宝图 你看 上面标注的红点 应该是宝物所在的位置 我明白了 八国联军要进攻京城 皇上和太后准备撤退 可是皇宫里的宝物他们带不上 可都藏在这儿 看来 皇宫里面有内奸 把这个消息给了日本人 日本人要来夺宝啊 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一定要阻止东洋人 但是如果这是皇宫里 所有的宝物的话 那价值就太可怕了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东洋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肯定会追杀过来 可恶 要不是流令与碍事 我们早已经拿到藏宝图 这个流令与来头不小 她是不正司刘汝记的女儿 我们要怎么样 从流令与的手里拿到宝物 我现在担心的是 霍元甲会参与这件事 这个人不好对付 今天的事 如果不是霍元甲多管闲事 我们早已经把王武拿下 少祖 我派人给霍元甲制造一些麻烦 让他自顾不下 无心插手藏宝图的事 然后我们再杀入刘汝记家中 拿到宝物 你赶紧去安排这件事 小姐 你醒啦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昨天晕倒 幸好被李管家派去找你的人发现 把你送回来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到底是被谁打晕了 你不记得了 不记得 昨天你被一帮劫匪围堵 还好被我的青帮兄弟发现 把你救了回来 是什么人要抓你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们在饭店有人要杀我们 昨天你和什么人在一起 发生了什么事 站住 你要去哪儿 舅舅 我有急事要处理 人命关天啊 你不是有很多弟子吗 你让他们帮我去救人 你要救什么人 我去救霍元甲 他被人追杀了 是什么人在追杀他 我不知道 但他们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在哪儿 是不是在霍元甲手上 舅舅 不要管什么东西了 我们救人要紧 霍元甲的事交给舅舅 你好好休息吧 动作都快点 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包好了 小心点 这可是乾隆爷盖了张的青花瓷啊 你要是给我弄碎了 我宰了你我 还有那些家具 这可都是整块的 黄花梨的木头做成的 你们一定都给我小心点啊 去不去不去不去 哎呀你说这该死的洋人 没事你老打什么仗啊你这 你说本官这么多值钱的东西 这这 我往哪放啊这是 哎呀都快点快点啊 你是什么人 来人 你 你 你再跟喊一句 小心我让你再一开别哭 好汉饶命 好汉饶命 有话好说 我是朝廷派来的 现在 我有重要的事告诉你 大人 有何事尽管吩咐小人 小人一定尽力 好 朝的你 丢失了一件重要的东西 被东洋人带到了天津 我奉命追回来 但是我的手下 都遭到了东洋人的黑手 现在 我要协助你在天津的兵里 帮助我拿下东洋人 好好 我一定派兵 协助大人 捉拿东洋人追回宝物 大人 你开恩 先把我放开 别动 大胆狂徒 擅闯衙门 还敢说自己是朝廷派来的 那我还是皇上的哥哥呢 本官一枪就毙了你 你可以不小心 但是 你总该认识这个东西 大人恕罪 下官 有眼不识泰山 不知大人 是纯王爷的人 看来你的狗眼还没有权下 还能认得 这枚玉石斑枕 是纯王爷的信物 下官 一定全力配合大人 听从大人的吩咐 我之前看到你在收拾东西 是不是准备逃跑 我听闻 皇上和太后 都要逃跑 下官 不敢不逃啊 你逃到哪里都没有用 在洋人进宫之前 一定要找到东洋人 不然 你到哪里都是死 下官一定 竭尽所能 拿下东洋人 不知大人 想追回的是哪件宝物 你当真的想知道 能让大人 亲自出面追回的东西 一定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你现在好好办差 至于这宝物是什么 日后 王爷会来亲自告诉你 是 殿下 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标物 既然慧卿和霍元甲是朋友 利用好了 就是我们在霍元甲身边的一条眼线 徐姑娘 怎么会是你啊 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找霍元甲 你说你 人家霍元甲有孩子 有媳妇的了 你说你 这么些殷勤也没用啊 算了 不跟你废话了 哎哎哎 让开 好狗不挡路 哎呀 徐姑娘 你不知道现在和元甲不在 你说 要是我嫂子看到你 如此漂亮的这么一个女人 还这么关心元甲 你这不是 破坏人家夫妻感情吗 你才破坏人家夫妻感情呢 哎不是 徐姑娘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帮你转达好了 等元甲回来 我一定帮你转达你的好意 再说了 元甲不一定在意你 不必转达了 就到我没来过 我要是想见他 自然能找到他 哎 文武大哥 元甲 你来得刚好 快问我劝劝他 刚把他的血指住 现在又开始玩大刀了 大哥刀下生风 虎虎生威 看样子 恢复得不错 元甲 要不要 跟我切磋一番 哎 好啊 大哥 请 好啊 元甲 你以为我受点小伤 就打不过你了吗 既然这样 大哥 贤弟我就不客气了 再来 王武兄 王武兄承让了 元甲 我说你这还承让呢 我这每招每逝 你都能看出破绽来 难道你还会什么法术 王武兄说笑了 霍某并不会什么法术 孤语有云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其实多亏前两次比式 霍某才能看出 王武兄的招式和路数 再经过观察 方才找出 你功夫的薄弱之处 然后交手之时 找出你功夫的弱点 进行猛攻 真是太厉害了 元甲 你竟然能从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了解对手的武功 招式和弱点 真是令我王武佩服啊 其实 只是在彼此交手之时 找出对方的功夫弱点 而不是一味的强功 王武兄 其实你也可以做到 来 我们继续 来 王武兄 你看清我的招式了吗 看清了 怎么样 不错 真的太神奇了 再来 来 王武兄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在下 找我拖标的 为什么我接完标以后 就找不到他 那你现在有什么线索了吗 我接他标的时候 是在后劫的一个小院子里 站住 谁让你们搬的 大小姐 这都是老爷吩咐的 老爷让大家准备出城 八府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 我们哪儿都不去 把东西都给我放回去 谁让你们停下的 爹 赶紧搬走 爹 你是要逃跑吗 我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个家 你身为天津的不正司 朝廷命官 你怎么能只顾小家 不顾大家 现在大敌当前 你为什么不抵抗 你为什么要逃走 我们拿什么抵抗 洋人用的是洋枪洋炮 我们用的是大刀跟拳头 清政府根本就没有能力抵抗 朝廷不敢派兵 他们只能暗中支持义和团 义和团什么刀枪不入 这都是骗人的 他们能打得过人家吗 听说皇上和太后都跑了 难道我们还在这抵抗吗 我们要做好撤退的准备 难道我们大清就要任人宰割 任人打吗 洋人的目的不是跟咱们打仗 他们是看上大清这块大肥肉 用不了多久 皇上就会派人跟他们和谈 到时候战争就结束了 又是弹劾 事到如今谁也改变不了 和谈虽然一会儿好过 但是炮火轰鸣 你们知道吗 刘伯父 你要逃到哪里去 我也不知道 肯定我们不能撤到紫禁城啊 要逃你们逃 我哪里都不去 要是洋鬼子沈打进来 我琉璃与爵跟他们拼命 刘伯父 这次的形势是不是真的很严峻 清政府真的准备放弃抵抗吗 大清就是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 根本就没有还手能力 如果能和谈的话 能把这伤害降到最小 我也劝你们俩尽快离开天津 我明白了 那我去找刘小姐 拜见刘大人 冯老弟 我等你很久了 来 请坐 想当年我考取功名的时候 多亏你们青帮在这后边 出了不少力 花了不少银子 为我打通了官府的道路 大人平步青云后 也帮了青帮不少忙 青帮能在短短几年 发展成第一大帮 多亏了大人在官场上打点 这次 特意把你从南方请过来 就是为了让你保护我 最近 我在江湖上物色一批高手 从他们中选出金门第一 一旦战争爆发 他们一定竭尽全力 保护大人安全离开 你选中了什么人 就是号称金门第一拳的霍元甲 霍元甲 这个人不要用 大人认识霍元甲 霍元甲虽然武功高强 但是她不会低头 不会向权势低头 让权势所利用 把她拉到身边的话 她能听话吗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女儿 从中为她求情 我早就杀了她 这个小院好像没有人 这里明显有个打斗 是谁杀了她 她就是给我脱镖的人 会是什么人杀的 这里有一张补条 王武来世 到西屋去银子 我们去西屋看看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脱镖人 在这里找大刀王武拿货 在下就是大刀王武 货物呢 又被东洋人抢走了 什么 据我所知 你杀了东洋人 并且夺走了货物 现在你去告诉我们 货物被东洋人抢走了 我看你是想私吞货物 你不相信 我也没办法 那个东西不属于你 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会带来麻烦 那我怀疑 这些东西也不属于你们吧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是脱镖人 你只管完成自己的任务 其他的事情最好不要多管 否则你会丧命 我今天 非要知道你们的来路 我看你是想找死 你弄丢了我们的货物 我们今天 也不会让你活着离开 快走 走 再一交易 你会走 我还是小事 不让你带来 你好 就适合我 那就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追回失踪国宝 再后来 你又打败了三大标局 改变了金门的标局市场 你没有让我们失望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我们是革命党 原来你们是革命党 你们到天津有什么目的 我们得到一个消息 有人把藏贸图卖给了东洋人 于是我们雇佣大刀王五 去截获藏贸图 第一是不能让国家财产 流落到东洋人手里 第二是拿到这笔资金 支持革命 草溪下面的尸体 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街头人 是东洋人杀的 藏宝图是从我手里丢的 我一定会追回来 这件东西事关重大 我可以帮你们对付东洋人 夺回藏宝图 死了个河枝 又来了个樱花 东洋人果然是虎视眈眈啊 东洋人上次想保失败 肯定不甘心 这个樱花也不是一般人物 我们要加强防备 反馆里袭击万物的人 就是他们 阿福 去叫大巴脸 带几个镖局的兄弟 过来一趟 好 少爷 来 原家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各位兄弟 我希望你们帮我 找出在天津 所有东洋人的下落 尤其是一个东洋女人 她叫樱花 东洋女人 这个东洋女人 其实你也应该知道 她是何知的妹妹 原来如此啊 我们大清 丢失了一件宝物 这个宝物 被这个叫樱花的女人 给抢走了 我需要你们 尽快找出这个东洋人 拿回国宝 行 我们马上去打探 走 您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回了 天津城不安全 不要在外边乱跑 刘伯父 你这么紧张 是不是马上就要开战了 我刚得到消息 八国联军 在天亮之前 就要发起进攻 我们得马上撤离天津 赶往六盘山 你们俩去准备一下 马上出发 爹 我发现了一个重要情报 什么重要情报 比我们撤离天津还重要吗 爹 你先听我说 我们发现的是一张 紫禁城的藏宝图 什么藏宝图 这张藏宝图上标记着皇宫里所有宝物的位置 它的价值可以超过一个日本岛 你们从哪儿拿的藏宝图 是我们从东洋人手里抢过来的 东洋人 这到底怎么回事 刘伯父你听我说 八国联军要进攻京城的消息传开之后 皇上和太后准备撤离 但是宫中的宝物众多 根本没有办法全部带走 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 并画下这张藏宝图 准备等战事平复之后 再回来寻宝 但是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着 被日本人给知道了 日本人就派来奸细 去宫中偷出了这张藏宝图 但是这个藏宝图现在在我们手里 我觉得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 很快会追杀过来 咱们得小心 一定要找到藏宝图 有人碍事 格杀勿论 是 这个东阳女人应该就是樱花 阿福 你马上回去告诉原家 说发现了樱花下落 好 那你呢 我先过去看看 不能让他们跑了 那你可得小心啊 这么说 这张藏宝图是从宫中留出来的 这问题可就大了 爹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这张藏宝图 绝不能让东阳人把藏宝图拿走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藏宝图标的是宫中藏宝的地方 不光东阳人想得到 八国联军马上就要打过来 一旦藏宝图的消息扩散出去 那麻烦可就大了 会引起轩然大波 到时候我们都会有生命危险哪 刘大人 刘大人 你找下官有什么吩咐 副大人 八国联军马上就要开始进攻天津了 刘大人 下官决心与天津共存亡 皇上 不是要你捐去 是要我们撤到安全地带藏起来 皇上真是体察民情啊 但现在发生了点意外 你知不知道藏宝图的事啊 知道 属下正在调查此事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下官本想追查到藏宝图 再来禀告大人 来人 另外去通知冯九 马上撤离天津 让护卫的人赶紧过来 是 封锁所有出口 不要让任何人有机会出去求救 少佐放心 今天连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 拿到藏宝图之后 把刘汝季家里人全部杀光 少佐 藏宝图就在里面 杀进去 来人 快来人 刘大人 快来人啊 人头公子 许姑娘 院家 许姑娘 尽孙 请坐 请坐 来 霍师傅 今天我来找你是代表我舅舅 想要你到府上商量大事 你的舅舅是哪位 我舅舅是青龙帮 帮主 他刚不久从南方到天津 听闻了霍师傅的很多英勇事迹之后 十分佩服 我第一次在徐姑娘家 见到冯帮主的时候 他听到霍原甲三个词 就非常希望 有机会和你结交为好朋友 对 舅舅知道霍师傅为人侠义 现在大敌当前 国难当头 希望霍师傅 能和他一起共商大业 霍某实在不敢当 多谢冯帮主抬举 既然冯帮主有心救国 那青帮又是天津第一大帮 那我就随你们 一同去见冯帮主 院家 我也跟你们一块去 我早就听说了 这个青帮的龙头冯九爷 英明神武 不是一般人 我也早想见见了 再说了 这个救国救民的事 怎么能少得了我元昊呢 好 你别说了 我带你一块去 好好好 走吧 走 原家 青帮虽然是大帮 但在江湖上 很多见不了光的事情 都与他们有关 而且冯九能当上龙头 他一定是个狠毒之人 这次突然找你 定有所图 你一定要小心啊 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自己 别担心了 我去去救回 刘大人 这里太危险 快躲一躲 好 别担心要不干 走 更对 重机呀 小歌 我們再次 然后妈 看你 嘴 艘 你 素 快 走 马 肝 走 来 刘姑娘 你怎么样 我没事 坚持住 冤家马上到 方教爷 幸会 幸会 请 霍师傅 两人马上就要进宫了 天津的官府 衙门都要撤退 他们现在就走 但是要有人护送 青帮虽然是帮会 但是国家力始终是第一 我这次从南方过来 就是为了要保护刘汝记忆 刘大人 之前那几次全赛 都是我组织的 目的就是为了给刘大人 选拔护卫 我通过擂台比赛 选定了霍师傅作为护送 冯帮主 那请问 为什么不用清兵来护送呢 部队打仗可以 护送官员不行 只是架势 现在有八支军队攻打大清 形势十分复杂 刘汝记要是出问题 天津城就真的沦陷了 刘大人安全 就是天津政府不倒 所有的军队百姓 都会大涨至极 我已经跟了你们一路了 这次你们跑不掉了 不管是谁 结果都一样 都是自寻死路 滚 快把藏宝兔带走 快 快 把残宝兔交出来 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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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刘小姐 你不能死啊 刘小姐 没有错 我来解决这个暗示的家伙 来 我去杀了他 藏宝图要紧 快走 站住 我能尽一心 啊 啊 张开眼睛 小心看 哪个元臣如此冷 你会为俗语人让 人家交集之声 开口叫马 高声叫马 这里是全国机灵 一百强盗要进入 最终必送你 万里长城永不当 千里黄河水滔滔 江山修理 铁菜风铃 不过国家那像山兵 冲开血肉 挥手伤马 要证明国家忠心 请让国土再走 见他 每个人负旗之名 每个人负旗之名 哪个人负旗之名 乖 你会为俗语人让 人家交集之声 管是长城永不当 千里黄河水滔滔 江山修理 铁彩锋铃 不过国家那像山冰 窗开邪入 挥手伤马 要真理国家中心 请让国徒再走践踏 这水是一剑军军 发生什么情况了啊 大家注意 大家小心 快躲起来 有人 有人 不把东西交出来了 谁都没想离开 你们说的那个东西 我确实都没见过